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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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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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是笨蛋 我是傻瓜 我是憨憨 可能這個時候有觀眾問 鴻健 你為什麼要罵自己 別呀 鴻健 你這個視頻做得很不錯了 不要太自卑 哎呦 我這邊有苦說不出呀 我剛剛錄這個遊戲 錄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然後我錄完之後 我准备就要打开剪辑软件了 我就要剪视频了 我发现我从来就没有按下过录制键 行吧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这款游戏 叫做Steel Fiora 高桥男 是一款踩高桥的游戏 游戏非常的简单 我现在比较绝望 让自己开心起来 给你们录这款游戏 对吧 那么这款游戏的话呢 刚刚说过 非常的简单 就是踩高桥 你们看我就一步 就两步 就三步 就这样 轻轻松松就通关了 没有什么难度 主要是我刚刚已经历练了一个小时 前一个小时 那是非常痛苦的 不过呢 现在我已经是这个游戏的高手了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游戏啊 也没有像 Steel的评论里面说的这么难 像这个水桶考验 你以为放个水桶在中间 就有人会踩上去吗 可能是稍微会踩这么一下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情 对不对 Steam里面说啊 这个游戏 哇难度有多高 基本上比那个 Getting over it 就是那个 一个装在缸里面的那个人 用稿子 翻山越岭 那个游戏还要难 哇 我觉得就没有这么夸张好吗 那个游戏我也玩过 我也通关了 我也录视频了 没有看的观众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这款游戏的话呢 我已经 就是找到诀窍之后 其实相当的简单 看到没有 而且毕竟我也是玩过那款游戏的人 所以的话 轻松 即便是上个楼梯 下个台阶 那也是 easy so easy 你们看我这个 精彩的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啊 每一关 它都会稍微的放有一只小杨肖恩 这个小杨肖恩是干嘛的呢 就是在你失败的时候 它会嘲笑你一下 但是呢 红剑已经是 不会失败了 看到没有 好 稳住就行 稳住就 稳住就可以 看到没有 即便摔跤也是一头撞到终点线 啊 游戏非常的轻松 凹凸不平 它就是这一关 设置了很多的坑 但是呢 你以为红剑会踩到坑里面去吗 那当然不会 红剑又不是笨蛋 红剑又不是傻瓜 红剑又不是憨憨 我是笨蛋 我是傻瓜 我是憨憨 前面这个地方 别以为是一道很难的坎 其实你只要往下一跨 人生这道坎 这道坎 是很容易跨过去的 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问题是你敢不敢跨 你敢不敢于尝试 你要是不敢尝试 你就过不去 这一关是桥梁 后面依然有一只小羊 想嘲笑我 但是我不会给他机会 因为我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的话呢 第二次录视频的话呢 是绝对是不会轻易失败的 对不对 看好我 操作 轻轻松松过关 哎呦 真的是这个游戏太简单了 So easy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游戏能难到我了 当年我初中的时候玩 I wanna 确实前一个星期很要命 那后一个星期 那我就是个高手 对不对 当年我们直播完那个 猫里奥的时候 对吧 不管是横板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啊 不管是横板的 还是说这个2D的 不管是这个2D的 还是说这个3D的猫里奥 我都是 轻轻松松通关 哎对不对 看过直播的观众都知道 阳光总在风雨后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们刚才那种失误 一般来说不会再来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只要在上面保持平衡 等待这个船慢慢的飘过去 然后直接跨出一大步 一头撞到终点线 哎一肚子撞到终点线 看到没有 这就是人类的进步啊 海浪 这一关海浪 其实有坑 看到没有 中间有两个深海巨坑 有个槽在里面 但是呢 我是不会轻易去踩这个槽的 你们会吗 只有傻瓜才会去 踩这个槽 对不对 我们只要一个大跨步 咔嚓 就过去了 可能有观众说 哎 不是说 步子迈得大了 咔嚓一下 容易扯着弹吗 那当然不是 哎 哎 刚刚为什么会失败呢 因为我们控制的这个人物啊 他是表弟 众所周知 这个表弟脑干发育不太完全 所以的话呢 这个平衡性会稍微弱一点点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这个表弟二号 可以轻轻松松过去 话说啊 这款游戏 对于表弟来说 我觉得两脚离地了 病毒就关闭了 你智商咋就没提高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表弟应该是天生智商低的有点过头了 即便病毒关闭了 这智商也不会提高多少 哎 哎 哦 这一关我忘记了 这一关是投时机啊 你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 踩上去 然后保持平衡 然后 可能 可能我还不够快啊 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看好我这一次 云霄飞 满分 满分水花啊 跳水的话肯定是零分 这水花太大了 云霄飞 哎哎哎哎哎 卡着当了 哎呦 心疼表弟啊 这刚刚表哥也不小心让这个表弟卡当了 这是表哥的诗 这个当嘛 你们要知道 一个人有两个蛋 所以的话呢 卡了两次不可能卡第三次 因为蛋已经没了 对不对 看我 直接飞跃 保持平衡 这一次我们就能轻轻松松 飞跃太平洋 起飞 好 轻松飞跃 这一次看到没有我就像一个 阿波罗十一号一样 飞 威亚的 我们充满希望 我们飞跃 太平 一 就差一点点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只要我们稍加改进一下我们这个飞跃的方式 把握机会 一个漂亮的飞跃 好 啊 这过去拉多 哎 啊 哎 啊 哎呀 漂亮 这一次绝对远 绝 绝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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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 观众朋友们 我过关了 哈哈 哈哈 啊 这一关不是小瞧我吗 啊 就 就一个农田 一个栅栏 然后放了几个木板 啊 哈哈 这不就是小瞧我哄某人吗 对不对 啊 小瞧我哄某剑 啊 就这么简单的关卡 那过关还不是 亲儿 一举的 哎呦 还有卡车呢 还有 还有卡车呢 哎 哎 我过了 哎 我 一步 两步 跟着我左脚 右脚 一个 慢动作 右脚 左脚 慢动作 冲波 就这高桥 给我快乐 你有没有 爱上我 跟着我 跟着我 左脚 右脚 一个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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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 好 现在我要 收一收 这个右脚 有的时候 要以退为进 对不对 啊 退回来 也是一个 很好的 退退 好好好 我还有机会 我 退 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 对 对 被著名的兵法家 说过 我觉得这个 这个卡当的方式 比刚才 任何一种卡 卡当的方式 都要痛 我太喜欢玩 这个高桥了 你们看 你们看我 我在原地 就能倒下 这个高桥 是一个 很好玩的 一款游戏 就是 你看 就是这样 左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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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脚 左脚 然后保持平衡 这大跨步 就上去了 就这种 普通的 尤其是这种 关卡 它没有什么 投石机 没有什么 桥 也就只是 多踩几个 坑坑洼洼 怎么可能 就让我放弃呢 对不对 你看我就 你看我就轻轻松松回到了原点哦 对不对 啊 这一关我觉得应该是要稳稳的来 就是 要步子卖的小一点 比如说这一步 这只脚 好 跨越炸来 好漂亮 哇 哇 哇 哎呀 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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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一关不就是增加了一些水桶吗 哪个笨蛋 哪个憨憨会踩到这个水桶 放个水桶在中间 就有人会踩上去吗 我是憨憨 但是呢 这个游戏 就算踩到水桶 我也不会摔倒 对不对 这游戏 这一关没有多大难度的 你看前面水桶 虽然这么多 但是我还是轻易克服它 轻易 我们克服困难 我们 哎 看到没有 我还能借用这个水桶 让自己弹跳起来 快速通关 坠落 这一关就是跳水关卡 行吧 我们今天最后玩一关 我心态有点不好了 我心态其实有点崩 哎哎哎哎 前面这个地方啊 一定 一定要先稳住 然后踩到 稍微前面一点 不然的话呢 你就掉不进这个水桶里面 你只要掉不进水桶呢 你就会啪 一下子掉在水泥地上 然后呢 脸就会很疼 然后啪的一声 就像打脸一样 这个声音 好 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起跳 我头撞到了水桶的边缘 不要紧 不要紧 刚刚那个是表弟一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表弟二号 表弟一号牺牲的 他没有牺牲 他只是受了重伤 现在正在ICU治疗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这个表弟二号 永不言败的精神 就直接 后脑朝着地 这是个轻伤 这是个轻伤 不要紧 咱们表弟硬 对吧 表弟很硬 表弟虽然说智商可能不太高 但是这个血是真的厚 对不对 咱们表弟是非常硬的 非常硬的一个男人 所以的话表弟是不那么容易失败的 好 大家看好这一步 这一步就是一跳 我不明白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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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表弟三号 这一关应该是 你要疯狂的大步迈出 然后的话 表弟三号又重新站了起来 你只要疯狂的大步迈出 以你这个惯性 就是一直往前走 走得够快 以这个惯性 这样弹出去 你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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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愧是我 游戏小天才 那行吧 那么本期的这个高敲难 这款游戏 我们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想看到更多高敲难的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 在弹幕和评论中告诉我 也不要忘记点赞收藏投币转发分享这个视频 你们的每一次点赞收藏投币转发分享 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